有嗎? 有 很好 你後面的扣子可以鎖緊嗎? 抱紙捏 喔,你說有動 我以為是移動的動 鎖豬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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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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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一次7分鐘 那是我看還有比我更快的 然後有那種兩人組穿紅衣服的 我們離中間遠一點點 他在滴水 線線 就是有那種兩人組 然後一下纜車就 就往那個 龍染車旁邊那個路 旁邊直直往下 然後那邊因為是有個路 所以就有往跳一下 下在有很深的雪這樣 然後兩個Ski 一個在帶頭的 一下纜車直直就下去了 然後 第二個也直直就下去了 結果就倒下去 然後前面的就咻咻咻就走了 後面的就要來滾一下 不是啊 不是啊 就正常狀況應該沒事啊 而且誰知道後面這樣 然後滑到中間的時候 我又看中間的時候 前面那個人就停下來回頭看一下 然後上面的人 應該是趴下來了 今天有教學班在那裡了 然後也有用V的人走這邊下來了 感謝他幫忙殘血 他在幹嘛 他去收血了 也有沒壓的血 油硬變軟 糟糕了 那個人是配錯嗎 阿曼條斯里的移動 這個人也這樣 我聽到劉蓋 他在尋欸 對啊 他們不介意用這種滑板 那是他們的工作 這中間竟然有一道很深的 車跟車中間的痕跡 對啊 結果那一坨壓血車沒壓的那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會跳一下這樣 今天有人就特地想去刷那邊 但是昨天來刷到處都比這邊好 那是日式的畫法 所以我一直在說 我的右手在那邊盯住啊 其實是也可以的 只要我左手也盯住的話 看起來就是日式的畫法 但是我只有右手會盯住 右邊是日本 左邊是美 左邊是美 西式 歐式 西式的那種 奇怪 可以啊 今天多拉公多拉有開啊 那邊9點半嗎 9點就可以 9點那邊就開了 9點半嘛 反正我們現在滑這裡熱一熱 就在那邊 很危險 我們在那邊 你會刷車 可以嗎 不是嗎 那種人 我可以看你嗎 在那邊 注意一下 我今天覺得好大好多喔 嗯 我去一個 好啦,走囉 妳前面還是我前面? 前面啊 我前面 感覺怎樣? 很好滑 只是我本來以為妳一直跟在後面 沒想到一回頭妳還蠻遠的 怎樣,妳要我跟在後面 也沒有啊,我會有速度放得夠慢了 我沒有要跟而已啊 喔 因為妳還在習慣那個 那個人就特地想要再去 再去感受一下面條這樣 妳有聽到聲音嗎?有聽到聲音嗎? 對啊 就很大聲 好難喔 對啊 不喜歡 等一下滑隔壁那一道 接著再隔壁那一道 那邊會好一點 這邊在陰影裡面已經被弄成那樣 去有太陽的地方 去有太陽的地方 好,那就去染車囉 蛤?不用不用 就自己的步調慢慢滑就好了 而且都不會覺得恐怖 在陰影裡 的時間前 Buock 西洋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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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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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又有人來了 因為他來的慢 滴水,我剛剛被滴到了 滴水 這裡剛剛見識到陰影區的恐怖 顆粒很多啊 顆粒超多 因為沒有太陽曬 那個刮下來的雪 刮過的瞬間是有水分的 在陰影裡面就結冰了 也不是結冰啦 結塊而已 聲音討人菸 好,第二次是這一道 中間才切過 那個人會覺得我滴水不讓你滴 有嗎? 因為我就不去往左邊滴 因為我就不想要滴水 對啊,主要是水的關係 我剛剛就想說 這樣不就是你要滴水 對啊,好,不用 你看這個人這樣切過來才這麼一點點 沒了 看來今天人比多邊多耶 就是來 來湊著要 在門口 在那個路口等的人變多了 我在看這個人的滑法 我在看這個人的滑法 沒有啊,他應該是行吧 他只是要回頭看而已 他要露營嗎? 有,他正在脫手套 他準備要露營了 現在的左腳覺得怎樣 一點點 一點點 噢,這個人在嗑 他是正常的姿勢 你看他的左手右手 他抬起來 他抬起來的那隻手 永遠是勾著的 他後面那隻手 永遠是這樣子的 他沒有這樣 而且他就是 一邊再換另外一邊 他中間沒有摩擦 不會啦 不會啦 就是 你是放鬆兩個這樣直直走的狀況下 才被卡到 但是如果是那種 正在轉彎那種 煞車式的 這樣 煞過去是不會被他影響的 最右邊幾乎沒有人滑 等面條 雪道上沒有很多人 我正在說 好像比昨天多人 但是雪道上一個人都沒有 對呀,奇怪 大家都在等纜車是嗎 我話才講完 一堆人放出來 都在我們前面 所以說沒有很多人 今天上班的人比較輕鬆一點 好 好 這是我跟你 你 好 我先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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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要滑回欄車啊 這邊看起來 很OK 走了 走了 我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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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我跟你 我先啊 哈哈 你告訴我 我先啊 怎麼想要快點 我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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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啊 右邊一點 這中間是殘血車的過程 滑右邊不要滑中間 我覺得有問題耶 兩個滑雪車、殘血車慘的高度不大一樣 然後你剛好在兩個殘血車中間 就是要跳一下下一下這樣 好,這次再往走一格 對啊 那跳一下腳會痛嗎 有人 然後再繼續觀察其他人的姿勢 好,等一下就直接滑左邊這道 再接著就切過去 切過去 切過去 什麼時候要去榮嵐 榮嵐就是快要吃飯的時候過去 吃個飯你就會說要回來了吧 吃個飯喔 我只在想說最左邊那一個是夜滑道 那一道我們昨天沒有 其實前天有上滑過 就是回家有經過 你只是說從南門去下啊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在想有沒有必要過去滑 沒有沒有,他最左邊那個 誒?最左邊他有沒有開啊 有,我看到有開 最左邊那個只到中間有一個小屋那邊 不是到最上面 那這裡要滑幾次啊 我懷疑 因為我就沒有頭暈了 今天視線很好 我懷疑我現在錄我的pose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好像還是爛爛的吧 誒!中間好像已經亂了 先滑一次看看 我剛剛本來想說要不要錄一下的 你也要我在最下面 還是在這裡路 我們這裡兩個各路一次 為什麼要就滑在那邊呢? 沒有,我覺得剛剛那樣子滑 現在還沒有過去滑 要是那邊就是理想上是可以做大彎 但是要是做大彎的時候 一直跳的話 我們兩個都會 那會有那種碰 那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目前的 我只是想滑 我覺得要錄 是喔 我覺得每次都要留個紀錄 才知道自己的狀況在哪裡 這邊太平了 沒什麼好路的 這邊沒有太平喔 這邊舉個例子來說 嗯 假如我要求你做到 是用鋼邊滑 不是用那個滑的話 那是有差的喔 蛤? 我就不會用鋼邊滑 會啦 你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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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煞車的那一瞬間 可以啊 你不是用鋼邊滑嗎 你不是用鋼邊滑嗎 她是用鋼邊滑嗎 那是用鋼邊滑嗎 我有點用鋼邊滑嗎 好吧 那就算是那裡低也比中間低油來的好 中間是油跟水都有可能 已經慢到走不過來了嗎 要帶速度衝過來吧 這些人是 來吧 請坐 請坐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一天看不是覺得很陡嗎? 奇怪 拍張照嗎? 忘了忘了 那我先幫你拍吧 拍手機給我拍 拍什麼? 這樣子拍過去 感覺是這個 長毛的山 好 你還要拍嗎? 好 我這看那邊Petro在搞什麼鬼 你知道嗎? 都會裝一些戶 嗯 不幫我拍照 那你側降下去一點 那你不要拍嗎? 我覺得現在太陽在右邊 我們應該兩個人同時做一個湖 然後面對右邊拍比較好 做一個彎啊 頭向右邊就對了 你先做一個彎 然後我側降下去幫你拍 好 好 好 沒有啊 沒看到人 光腳 好 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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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再抬 抬下面的腳比較難耶 你用棒棒的頂子喔 你現在有啊 我剛剛有拍啊 你要再來啊 來 不行 對啊 好啦 那你要不要 好 我會轉一圈 你也 你也 你先轉一圈 你用你的拍啊 你要用我的拍嗎 你用我的拍嗎 我好像都拍橫的捏 廣角跟還是直的 我忘了 1 2 3 我覺得橫的拍不到怎麼 對啊 我應該是直的拍吧 你現在拍腳嗎 蛤 腳嗨嗨 對啊 另外腳咧 喔 好 給我拍一圈 嗯啊 所以下面那兩個人是等著拍的嗎 哈哈 不知道啊 我覺得 從那裡出發才拍得到 但上面出發應該是拍不到的 走囉 嗯 大概是三道吧 中間大概是兩個 兩個壓血車的痕跡這樣 對啊 我在看有幾個跳啊 N個跳 但是這時候只好練小轉這樣 過來這邊一點 過來這邊一點 陰影應該比較顆粒吧 蛤 沒事沒事 要不要切回去 切回去啊 就是每過一道都是那個啊 再又一道 又一道這樣 又一道這樣 好溜 嗯 那下一次我們就切到最右邊去吧 你不是要拍欸 拍 不用 我覺得不用拍 為什麼 因為大彎的話 我覺得中間會那個啊 頂多拍起來就是拍我在那邊做小轉 然後小轉我覺得還好 我的小轉沒有很好 好啊 那我滑囉 我滑囉 這左高右低啊 我滑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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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囉 我滑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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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滑吧 那邊人好像比較多 那這邊 這邊可能是一陣一陣 你看起來 水壓上面是超級多的 沒有 我早上 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大概有四五道那種感覺 你現在看得到嗎 就是 壓雪車中間的痕跡 一二 有啦 凸起來 現在有個雪板很高速的有沒有 它的旁邊一二三四五 五條線 然後早上就在想說 是沒壓過嗎 為什麼那五道 現在知道了 是壓雪車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覺得是太大了 他們偷工減料 應該是一台車來回 就是像自自行 一直有一點點overlap 往右壓 或者一路往左壓 但是它可能是 同一台就是來回開 不從底 或者是兩台車一起開 就壓成這樣 我記得八方的很漂亮 你記不記得 八方的我們有一次上去 就是坐廣東阿上去下來 跟賴梅華有在一起那一次 就說面條寫得很好 就那一次 就整個是平的 划起來超舒服 你需要檢查一下我幫你拍的照片嗎 不用啊 不要 看一下GoPro OK 會不會不滿意啊 要重擦電嗎 不用吧 擦電沒在重啊 有可能 等一下下纜車 我們來擦拔一次 我來擦 我怕你擦不好 因為它都沒聲音 看不出來 你覺得有 好 好 那就 好 我的 全木鴨的我比較好痛 嗯哼 嗯 喜歡軟軟鬆鬆鬆 但是又喜歡大晴天 嗯 又軟又鬆又要大晴天 好 今天是它 反正都一樣上得了最上面 所以它就休息兩條 這兩條可有可無 哦 那一條跟這一條是幾乎一樣的 它不可能修這條 因為它要讓有人可以上熔染 它 如果修這條只有那條的話 它中間的牌子 好像沒有指說要去熔染 還是怎樣 我們已經摸得出他們的習性了 你那天小路有想吃的東西嗎 我那天看一看就是看不大到什麼 後來想說好 跟你選一樣的也就沒關係 而且我覺得今天就不要拚個什麼 要衝去河田小路 讓我一直有趕路的感覺 而且中間感覺就只是在那邊趕路啊 也沒有在滑什麼 啊 都在低水 啊這是切過去 去 欸 你已經重岔過了 舉個例子 這種平的地方 你可以做成 用鋼邊滑嗎 這樣 抬腳 在這種緩度做抬腳 對啊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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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大一點速度 其實這樣也可以啊 對啊因為這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只有在這裡你才做得出抬腳 所以我在這裡 問你說能不能做 還有就是那個上半身的這個啊 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嗎 這種波度一路切過去 我們都會用到這個 你看到前面有一個那種 有點像蛇一樣的那個紋路嗎 這個 這個人滑的軌跡 地上有一道 這個像這個 這個就是連續做這個都做的 你看 你看我做這個動作 先直直往下 一開始啊 身體稍微朝前面一點這樣滑 欸有有有有有 欸有有有 這次是對的 對對對這樣對的 好 你先停下來先停下來 不要連續這樣 因為你越來越快了 我剛剛跟在你後面 所以你大概做了三次 然後 一開始做的比較對 其實重點是 其實並不是說很特意的上半身彎 而是說一開始直直往下滑的時候 就已經 重心就是對的了 如果我們身體下面有個小紅點的話 那個紅點大概會在這裡 不是像我們平常 你平常帶的紅點在這裡 對 所以一開始 頭朝下的時候 頭就稍微往前 這樣子的話呢 就 一彎就可以彎了 就完全不用扭屁股喔 只是有一點把 把腳這樣轉出去 而且啊 一開始往下滑的時候呢 其實腳就還蠻病的 當你重心擺對的時候 重心擺對的時候 腳可以這麼病 但是重心擺到不對的時候 要這樣滑 你知道我說的意思 重心比較對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站著 但是你平常啊 因為稍微朝三百 你是這樣子滑 對 所以一開始重心 一樣就是重心擺對 想像小紅點 就是你的手上垂直放 桿子在這 桿子在這 對 就這樣 只能再做一次了 大概這樣 對啊 好 往下了 往下了 接著 現在還是可以練習另外一隻腳的 如果你要練的話 轉彎 一開始靜止狀態 這個其實就是煞車的狀態 然後 然後出發 不要用任何的方法 想辦法出發 就是稍微這樣轉 就會開始出發 但是我在轉過來的過程 然後上半身沒有動 它就要動了 就停下來了 就停下來了 對 就是去感受一下 腳跟稍微挪一下 就 就 就會慢下來的感覺 這樣 上半身不動 在你面前這樣 有一點點那種 這樣 對 但實際上半身沒有動 那力氣不會做得很多 大概就是 有一點速度就可以試試看 不用很快就可以試 因為太快的話你會緊張 慢慢的就這樣 對 好我現在再跟在你後面 大概才可以做三次 我看著你 好像你有做出蛇的形狀 我在這裡錄 好啦 你捷徑嗎 有 有 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那切過去吧 稍微頭朝下才有辦法前進 有一點點 我好像錯過時機了 練太多了結果就 那邊也很亂 剛剛好稀亂 嗯 還是說這一段是那個鬆雪區啊 對啊對啊 那我們從中間再切 你要嗎 斜這個走 好好好 那就好 我怕你會擔心 喔 喔 真是 還過得去嗎 應該是可以 有了有了有了 再往右就好了 繼續切 不會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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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了 就在這裡 做錯過 你腰好痠喔 對啊,站著休息一下好了 你腰好痠喔 對對對 好痠喔 其實這樣切好像比較累 稍微斜下一點可能會比較不累 我也不知道,剛剛很ㄍㄧㄧㄥ 雪太鬆 好啦,嚇嚇嚇 好痠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再休息一下 搞不好用滑的還比較不累 用切的 然後一直很怕蹲 又怕往前倒又怕往後倒 所以一直很一直蹲這樣 太累了,我覺得裡面都是汗 試著坐那個椅子車啊 跟廣多拉附近那邊 那個有屋頂的是廣多拉 然後高高的屋頂的左邊 下面那個是Lift 對對對做Lift 廣多拉的話就是上面綠線 你有要去上面看嗎 那我覺得只是上面綠線 我們以前也滑過我覺得算 我們只要滑一次 上面綠線不就是之前被教學的地方嗎 對啊 但是上去如果又要再滑那個下來的話 我不大想再滑他前面下來 因為覺得有點無聊 走吧 看你一點緊張的樣子 你不想要突破他嗎 不想 今天就只想輕鬆 現在這應該可以滑得很輕鬆了吧 他兩個的腳 對啊,都是啊 都是啊 沒關係,等下滑就不見了啦 還要再切一次捏 還是不要切 不要切 但是你要帶速度衝過去啊 沒關係啦 這下面4號那邊就可以切過去了 從下面切 從下面切 從這裡去 這樣我就過去了嗎 從這裡 從這裡 橫過去再橫過去 這個橘色的下面 橘色的中間 不是啊 你最初的橘色的往前偷 過去比較慢 好,這邊有點微上坡 我們從這裡帶速度衝過去 你自己覺得很難呢 沒關係啊 你只要能上到下纜車的地方就好 好 你的橘色的湯 是喔 我的橘色的湯 你應該要來看看 你應該要探討一下 這是什麼 我應該... 有的 你閃嘴 有這個 四周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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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 躲在裡面我看不到 只聽到叫聲 對啊 大概在前面那個房子就下來了 對啊 我們就要滑這個嗎 嗯其實這條是綠線 為什麼要來滑這個啊 就是讓你回憶一下 這是 這條也可以滑 這裡也可以滑 嗯 應該是這條車沒錯啊 但是我不知道左邊還有一條車欸 我記得我看地區是最左邊的那一條 那一條 那這個也是8點半啊 嗯 最左邊應該是綠一點的那一條 還是這一條是紅線 總之我們之前有來滑過的是這一條 然後那個時候是要先往右切在這樣 然後說直直下很恐怖 那個時候我們心裡這樣覺得 嗯 那就 要做兩次這個 因為要先滑一次 然後第二次就切回去了 我們就去哆啦公哆啦吧 喔是喔 就切回去了 我們又不合啊 我真的想去這邊 嗯 好可以去試試看啊 那我們 中間這裡有個分岔道 但是這邊好像是Park 我們走Park的旁邊 然後去坐那個染車看看 我真的不知道那裡有一隻染車 但是我心目中的夜滑到這裡 你看那個燈 對啊 對啊 一下來就可以往那邊切嗎 沒有中間往這邊切 那上面有人心有不甘的 的進去滑松弦 真的要滑剛剛我們過來過路的那塊 就很難滑了 那要抖 嗯 可是要往下應該會摔得蠻強的 不知道啊 不會嗎 會抖 看看這個人在幹嘛 其實就是只有10公分差不多吧 你要試試看嗎 這個很少 比我們燒羅山的那個還少一點 你要走哪邊 對啊 就是想要去走走看 就是突然來一來了 那邊有感覺多難的 啊 那也故意直接往這邊切好了 我們之前沒有槍切過 我們之前沒有槍切過 那也是來補補這邊的 哦 這裡有嗎 有人很緊張的在那裡逗角 我們因為我們有炸的 去進行 我們現在有一個小層 我們有一個小層 我們會搜到那裡 我們有一個小層 我們會看到 我們在那裡 我們要走 我們在那裡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好了 以前的話會嚇死 現在是還可以 覺得太窄又太陡 我們沒有要過Park阿 所以走Park的右邊阿 就這樣直直下嗎 懶車在哪 下面的右邊 大聲 不是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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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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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哪邊啊 好,繞過這房子的右邊 好吧,去吧 好,來吧 駕駛駛 放手就有,還不行喔 最左邊跟最右邊 他這旁邊有一個標示說,可以用手抓板 大用講的,我只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應該不會吧 什麼歌啊 所以最左邊這道,我完全不知道我這一道 太平的不要壞我 太平沒關係啊,就直直滑就好啦 其實我會怪自己,因為都是我包包 你看這個人 對,我覺得是 所以上面就要加速帶殺身 什麼殺身 這個是當兵的術語 就是 跑步帶殺身 這樣 對啊 從上面就一路直下來了 那已經不行了 你說你那時候是 考慮什麼 考慮 研究所會直接是浴官嗎 研究所會直接是浴官嗎 好像有說 好像要申請還是什麼的吧 當然要啊,值得有什麼的啊 沒有想到啊 沒有想到啊 我那時候還妄想著要 博士班繼續 或者是說,資側會可以幫我搞個什麼什麼 結果他說 他說那邊也沒有 這邊也沒有 就都落空 然後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是落入一種類似陰謀的東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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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阿 你有看到看看進剛剛有個選擇嗎? 沒有,沒事 就是結果就是這邊就直接去當兵 然後又去抽 然後抽一抽抽到一個炮營 然後抽到炮營也沒怎樣 但是那個時候其實有個機制叫做什麼 校選浴室還是什麼的 就是說雖然是當兵 但是他會去部隊裡面挑選 選一些是當班長的 那就是這種機制 那其實那時候我就被選 那就好啊 那就是有點像是說在一個炮營裡面 當班長 然後他負責喊說裝填要發炮什麼的那種人 但是我被分到部隊之後呢 然後那個時候的文書官 他都覺得說他就看中我 他想要讓我當後繼 然後其實文書官是一種很爽的拆 對啊就是什麼是 平常在抄的時候不用抄他 然後排架也是他 所以他都可以排隊自己有力的 然後也有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總之好處很多 然後他總是要找交接嘛 然後他就覺得我是學弟好的應該可以 然後他心目中就要讓我做那個位置 那他要我做那個位置的話 如果我去當班長就不可能做這個位置 所以他偷偷的就沒有送 送說接下來相關的文書都沒送 那理論上我可以當文書官 不就應該是要很爽嗎 但是如果他提早讓我爽 他自己就不會爽 所以他是自己都快退的 可能一個月前還是怎樣 才指明說 欸這個要來 要我當那個 然後才開始交接什麼 對但是我 就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是好奇 對啦 我真的是很爽 但是中間被欺負的很慘的時候 也是沒有任何依靠 對啊 對 拍一張 我是在想 我們那時候下山 到底是過那裡還是過這裡 應該是過 過夜華道那邊吧 我覺得應該不是這裡 我不確定啊 但是地形又有點像 分不出來 好啦 接下來就直衝囉 因為我覺得這裡好像切不回去4號那邊啊 沒什麼滴水欸 沒什麼滴水欸 沒關係我怎樣走 嗯 好直直走 為了日後的安泰 好 嗯 你也可以衝到這喔? 你也可以衝到這喔? 我是想說你速度不夠的話 走右半邊那邊比較低啊 我是為了把我的能量留下來 我才走左邊的 那就前面可以切到4號 那繼續衝喔 在這個中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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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